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各位機關代表 大家好 還是請行政院簡秘書長 請簡秘書長 謝謝 周恩好 秘書長好 你好 那綜合你的 綜合行政院的書面報告 還有剛剛你的答詢內容 大概你們對這個促轉條例 就是第一個認為說 它不符合憲法徵修條文第三項的意義 叫精神 精神 這是在組織的基準法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認為說跟現行法律競合 那是不是有另立專法 你們是認為有待商榷 那你們在這個部分所提到的就是說 行政院或者是我們政府做到的 大部分就是在賠償條例 228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 還有這個戒嚴時期人民受損 譬如黨案法的修法 受損權利回復條例這些 那第三點你們是認為說 有關於在轉型正義的這個工作上面 工程上面司法機關扮演很大的角色 那其實從這個民主黨的書面報告 其實大概我們也可以下一個結論 就是說台灣社會對這個威權歷史的誤解 這個民主化以來的這個轉型正義 大部分這幾年來都是集中在政治領袖 呼籲要和解 就像剛剛我們早上很多的委員同仁 一直呼籲要和解 不要清算不要鬥爭 那另外就是比較具體的 就是一個對受難者及家屬來進行補償 就是剛剛提到的一些補償條例的制定 另外就是將歷史遺址建成紀念館 大概是政府這幾年的作為比較具體的 應該是放在這裡了 民主黨同意嗎 同意 同意 但是為什麼在去年整個一個 大家在進行這個政治的競爭的時候 我想社會的很多的團體或者人民 一直也對這個轉型正義的這個工程 或者它的方向或者政府的作為 或者我們即將要執政的民進黨 都有很多的要求 所以事實上這個社會整體上 對這個轉型正義的要求或者訴求 或者請求 它的聲音是非常高度的 你們有講認同嗎 弄得 早上大家一直講說不要製造仇恨 不要製造競爭 不要製造鬥爭清算 那希望大家能夠放下仇恨 但是我想接下來我舉一個 比較明顯的一個條例 我覺得說我認為 只有在還原歷史的真相 才有所謂的和解 只有在還原歷史的真相 我們才有資格請求被害人 或者被害人的家屬 或者是被迫害的人跟他的家屬 放下仇恨跟寬容 民主黨同意嗎 追求真相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做 還原歷史的真相 查明事實的真相 我們才能夠有再進一步的作為 我們才有那樣的權力去請求被害人 他在每一個時代的背景 都有每一個時代的真相 對 但是這個台灣社會 已經在這樣子的一個總結之後 這個轉型正義的工程 我們必須要啟動了嘛 對不對 那我舉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 一個判這個條例 那也就是跟剛剛我們一直在討論說 將來在司法機關這個部門的一些作為 就是民國38年5月24號所生效的 懲治判亂條例 把刑法內亂罪章 外患罪章部分的刑責提高 也就是說他規定 在犯了刑法100條第一項 100條第一項 還有100條第一項 還有103條第一項 104條第一項 以利除以死刑 我想在那個年代 就刑法100條了 對 懲治判亂條例 然後第二條第三項是 規定預備犯或者陰謀犯 以利除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這個都是非常歷歷在目 真實的一個處罰 那這個懲治判亂條例的第十條前段 他又規定 規範說 犯本條例之罪者 軍人由軍事機關來審判 非軍人由司法機關來審判 後段又規定在戒嚴區犯之者 就是戒嚴區嘛 台灣那時候實施戒嚴 不論身份 一概都由軍事機關來審判 也就是都是軍法審判 也就是說在38年5月19號 台灣已經宣布實施戒嚴 那這樣全部如果被認為涉嫌觸犯這些條文 這些罪責的話 都是用軍法審判來進行 那包括在39年4月14號 懲治判亂條例進一步又在修正 依照第八條的規定 犯內亂外患罪 除了要被處以唯一死刑之外 還要沒收全部的財產 還要沒收全部的財產 那所以呢當然我們現在去看 懲治判亂條例他的立法意志 或者當時的一個審判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具體的案例 我們就會知道說這個轉型正義 是有多麼的重要多麼的具體 我們查到的案例 這個王石頭 被控意圖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 遭判死刑 那名下呢 土造房間房屋一間持份三分之一遭沒收 判死刑然後財產遭沒收 趙慶章 涉入資匪案遭判十年徒刑 名下所有台北市嚴品南路房屋一棟遭沒收 什麼叫資匪案 這個事實這個證據如果沒有呈現出來 你判了他十年 在他的黃金歲月判了他十年 他名下的財產遭沒收 我們怎麼對這些人交代 第三個黃茶某 應涉入檢基案遭判決 十二年徒刑 台北市嚴品北路三段房屋一棟遭沒收 第四個張伯哲 被控意圖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 遭判死刑 遭沒收房屋一間 第五個 政治受難者梅恒山 就梅恒山先生 被控意圖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 遭判死刑 遭沒收土地 6.9587獎 黃天良 當時擔任台灣省商業工會理事長 因資匪及資匪不報資助匪諜 及資匪不報等罪名 遭判十年有期徒刑 遭沒收財產兩百三十八萬 名下台北市中山北路的房屋三重的地產都遭拍賣 劉明 前台灣省實探調檢委員會主委 因資匪罪遭判十年的徒刑 台北市開封街兩棟房屋遭查收 李順法先生 遭判槍決 判處死刑然後槍決 所開設在高雄的太乙製藥廠跟房產都遭沒收 228事件受難者陳欣曾創辦大東信託跟台灣信託 這個大家媒體上都有報道 228事件數年後遭侵占併吞改成立華南銀行 我想這些都是具體的個案 這些都是人民的生命財產 那我們當然我們沒有要我們要往前往後看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檢討說政府這幾年來 到底在這些案子上面 我們的司法轉型正義做到哪裡 那剛剛秘書長說這個是要司法機關來提的嗎 要立法 要不要請司法院來說明 沒關係 因為我想你今天是最高的政務代表 我們只是一個方向 因為這個條例有它的必要性了 社會的聲音當然也許國民黨委員同仁不贊成 但社會的聲音已經到達一個頂點 轉型正義的不正不義 當然會包括司法 軍事 對 所以我就是要救教 包括人民生命財產都會有 你剛剛說 在你們的報告裡面 你也講到說 要徵詢司法機關的意見嗎 這個沒有人反對 這個一定當然是也要司法機關 畢竟他在處理這些事情上面 我們只是提醒第三點是提醒 他的獨立跟審判性大家會比較信任 只是說我們回過頭來看我們的轉型正義 本黨提出來的轉型正義條例 我們就是要做這個部分啊 我們只是有一個目標有一個方向出來 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 並促進社會和解 這樣有什麼不對嗎 目標是對的 目標是對的啊 手段方法要拯救 手段我們沒有 手段的方法我們還要立法 請秘書長來看一下我們的 十一條規定 促轉會應於兩年內 就第二條第二項所列的事項 以書面向行政院長提出 含完整規劃方案及具體實施步驟 在內的任務總結報告 有制定或修正法律及命令之必要者 並同時提出相關草案 所以我們是有要立法來做這部分的司法轉型正義啊 並沒有說又在這個法律面 就做一些所謂的具體的 就是說整個一個回復司法的一個工作 因為我們要去檢討過去嘛 我們看一下說台灣社會這八年來 或者在更早之前 我們在我剛剛提到的這些 血淋淋活生生的例子 我們這些我們有查明過事實的真相嗎 他們是被判處死刑 被判處十年以上的尤其徒刑 財產是遭沒收的 這些具體個案我們要對人家有所交代 不是說所謂的清算 不是說所謂的放下仇恨 就能夠讓人家放下 就要人家來寬容 就要人家來寬恕吧 假如說在這個條例裡面 能夠做一些原則性的規範 比如說將來修正相關法律規定 然後來達到轉型正義等等這些 當然都是可以的 但是不必要 我覺得這裡面規定的 有時候太還手講的 怕跟其他的法律有進合 這些都要避免 因為還沒有進入條文的討論 所以當然這些都可以討論的 充分來討論 而且我們也會召開公信 只是說我們要去確認一個點 我們比較遺憾 不是比較遺憾 要非常遺憾的是說 之前的政府在司法平復這部分 是沒有做任何的一些付出的 沒有做任何的努力 所以我們今天把它放在我們的 第二條第二項的第三款 那我想這也是社會的共識 也有帶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謝謝主席 謝謝你 謝謝 議長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許育仁委員發言 好在發言完之後我來宣告 好